阿弥陀佛,各位家长,各位菩萨,法师文吉桑 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谈一下佛教成语 佛教成语其实呢,拥有的主要的两个来源呢 它是汉译佛典,还有呢,第二个是禅宗的文献 这个文本的内容啊,跟它成语的一个语境的差异呢 有时候啊,就会形成一个丰沛的数量 那让我们对它产生的时间,产生的方式 这个成语,它的语体本身的色彩到底呢 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产生的实际运用的过程 我们就会凝聚了对这些成语的认识呢 就会让我们更深刻的明白整个一个意欲 就是文化上它的许多的特征 而且在当中佛教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也值得我们在使用的当中会去理解 诶,这是不是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一个限制呢 其实也不然 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的成语呢 真正都是在 都是在我们,就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其实佛教原本就是从古印度来的 而这些成语呢 原本的情况下 其实是跟我们的一个实践上 是好像是乍看之下毫无关联 可是呢 它又很反映出非常不寻常的一些 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层面 可是又有时候有些成语 它是反映了非常寻常的一个社会现象 乃至于是我们的生活知识 这种像藏头藏头肉围呀 还有离乡背景 这种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成语 还有一些成语呢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是属于易经 易经之后才产生的 比如说易经的丰富的成语 都来自于哪些经呢 像法华经 金刚经 还有无量寿经 以及佛说阿弥陀经 圆绝经 涅槃经 维摩结经等 而且他经常这些佛经呢 是在我们这边 就是中途这里 中国的这个地方呢 还有华语的华人地区 这个地方经常是被广泛的一个流传 使用上呢 也盛行的非常的久 就一直非常多的人会传诵不已 这样的佛缘成语 多生多发 经常就像 大慈大悲 大吹法罗 凡夫肉眼 聚伤成塔 六根清静 苦海无边 这是属于法华经 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像龟毛兔角 这个都属于无量寿经 还有像天圣广登陆啊 就是像信守年来 来自于还有刀山剑术啊 这是佛说鬼问 慕连经 德魏曾有 原来是来自于 冷言经 凡夫肉眼 是来自于 法华经跟涅槃经 还有飞蛾铺火 原来是来自于 法院株林 跟这个涅槃经 干财烈火 原来是正法 念处经 第卷五十九 再来还有就是 光怪路仪 原来是出自于 广宏明集 这些佛教佛典成语 跟这种禅宗成语的 语体色彩呢 就是让人比较起来呀 其实汉语的成语 就会在语体上 是用很文雅来取胜的 而且在这当中 其实成语 还有文雅跟通俗 雅俗之别 像一穷二白 千秋万代 这个都是属于群众的口语 像这样的一个群众口语呢 它就主要是通行在民众口语之间 经常像比较文雅的一些成语呢 就会多为文人所用 它的结构是相对是非常的整齐 而且凝固的 不会随意的一个变动 动词的一个 呃 持续 或者是替换其中的部分 这一当中呢 都会让人觉得 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的 相较于俗语 俗语就显得非常的灵活 因为俗语可以变换结构 也可以替换成分 所以呢 在详细的研究下来之后之后之的话 就很知道就是说这种区别的语体色彩 并非是来自于我们纯粹的想象 有一些时候 这些佛典的白话 它并不是 呃 纯粹的白话 有时候它会夹杂一点点 就是文言吻成分 这样的文言吻成分的一种混合成语呢 也会对我们的一个 呃 就是 使用写 书写文章的当中啊 就会产生是一种 诶 新类型的书面语 相反的 像一些传宗的书籍 它的语言成分是来自于唐朝的当地使用的语言习惯 这样的语言习惯呢 就是活生生的 活跳跳的 当地的俗语啊 几乎不带任何文言吻的成分 而是属于道道地地的口语现象 这样的一个 呃 改造啊 就是可以说其实是对印度文化传到中国 这时候对成语就是充分的表现出这些色彩 啊 这些语言的特征 应该是说 就是一种语言在 呃 印度佛教当中 呃 就是呈现了一种革命 因为语言 它就是一个呃 在地大家大众的一种就是呃 使用的共同的约定俗成 这样的一个语言习惯呢 如果你外地文化 外来语 我们都听不懂 这样当然就会发明自己在地的俗语 所以禅宗的一个书籍呢 经常反映了这些现象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 顶礼膜拜啦 七上八下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还有像半斤八粮啊 半夜三斤千方百计 千差万别 还有巨沙成塔 成塔 森罗万象 光怪陆离 勇猛精进 云云众生 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用词 那么我们除了关心就是成语 在佛教 我们可以在就是找到另外一个资料 也是相当有趣的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比如说 日语 日语 日语跟佛教有关联的四字成语是什么呢 日本呢 是一个佛教大国 那佛教的一个对他这个这个大国的一个文化的影响 其实是自不代言 四字这个成语呢 其实在日语占有蛮重要的位置 可是很多人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经常去使用 而且也不知道考察原来它的一个用法跟意义 这当中呢 就是对这些四字成语 它的影响啊 就是可以考察到佛教对日本的一个语言跟文学 其实就是影响力启发了一定的程度的一个作用 像我们佛教用语 就是来自于佛教的起源地就是印度 那么中国这边呢 是用音译跟异议的方式来显示为汉字 再来再传入日本 那么这个音译的呢 就像有波瑞三昧 然后用意识来翻译的呢 就有像空跟意识的识这样 那么其实呢 这是这一类 这一类佛教的词有一种专有名词呢 在日本这边呢 其实像直管打坐 色即是空 四苦八苦 还有西皆成佛 还有像一些大物彻底 生老病死 生者必灭 生生世世 无念 无想 无念 不立文字 还有 末法思想 现世利益 极乐 往生 后生菩提 五着恶事 五体投地 心求净土 罪业消灭 极灭为乐 随以所说 是生灭法 善男信女 烦恼菩提 森罗万象 善因善果 这一个很明显 就是可以知道 是一种佛教的成语 就是后来都有流传到日本 可是还是没有很浓厚的 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那种情况 就是禅宗表现了很多的 对印度佛教的一种语言革命 当然在日本也掀起了这样的一个色彩 我们来了解 那种很浓厚的日本风 到底是哪些成语呢 比如说阿比地狱的阿比教换 以心传心 有为转变 有相 就是现相的相 大相的相 有相无相 一念发起 一连脱身 还有延年转寿 我们是念延年益寿 他们是延年转寿 还有因果报应 他们是写 日本这边是因果 因报 还有脚下照顾 我们是照顾 照顾脚下 活在当下 他们是脚下照顾 还有至言至语 停至的至 五二五三 和光同成 后生大事 生是生命的生 后生往后的生命 后生大事 还有言语道断 自业自得 就自己的业力是自己感的 就我们这边是说自修自得啊 他们是说自业 业力的业 自业自得 还有拔苦与乐 依波相传 愿亲平等 他立本愿 行住坐卧 不急不离 日本这边呢 因为喜欢有肠道精神 所以呢 他们也发明了一些新造词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使用频率很高的新造词 比如说 一言居士 一起一会 有顶天外 往生肃怀 生死流转 身心一如 即生成佛 南无三宝 百八烦恼 末法末世 六根清静 大慈大悲 丹顶黑衣 开眼共养 鬼面佛心 旧世济名 齋戒沐浴 沙罗双树 大怨成就 多情佛心 还有 当意极妙 南都北岭 女人尽至 废佛悔世 无病喜灾 盲归浮墓 行住坐卧 堂 塔 且兰 这些呢都是日本 比较 当地新创的一个日本成语 佛教性的日本成语 那么我们再来关心一些成语的出处 还有它为什么这样使用呢 像顶天立地 它的意思是指头顶着天 脚立于地 形容气势非常豪迈 而且光明磊落 也是可以作为立地顶天 它的原文来自于宋朝 道场法权禅师 法权禅师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如等诸人 鼓鼓顶天立地 尖横急速到处行脚 勘宴珠峰更来这里密鼓什么 这是出自于武灯会员卷二十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 像闭门造居是指它的意思是说 只要按照规矩 关起门来造居 出门也能何用 一指彻悟自新啊 这是来自于原文唐代的唐朝的五官 顺之禅师 他有说 若欲修行普贤行者 先穷真理随缘行行 即经行与古迹相应 如似闭门造居 出门何折耳 这是来自于祖堂籍卷二十 但是在另外一本书就是宋朝的四书或问卷五 指的意思就不是这么的好了哦 他的意思是一个贬义词 是指指凭主官办事 询文解义其结果则不切实际 你看就是在朱熹宋朝的朱熹四书或问卷五这边就说 古语所谓门造居出门何折 概言其法之相同 所以闭门造居这个成语 它是由褒奖词跟贬义词 就要注意它的上下文来阅读 才能够明白它的真正的含义跟使用的一个语境 逢场作戏啊 它是来自于唐朝的舞台 风影禅诗 他有说一日瓷马祖导师 有一天瓷谢了马祖道一禅诗啊 马祖就说 神啥处去啊 就是你要去哪里啊 这个影风禅诗就说 石头去 马祖就说石头路滑 然后影风就说 甘木随身逢场作戏 再来还有一个成语典故 其实也挺有意思介绍给大家 像通天彻地 是指来去自如通达无碍 也作为通天彻地 它的原文是出在于明末清初 就是这一位铁币汇姬禅诗啊 他有说参禅不宜多事啊 只在专心一致 那一口就吃断了铁钉 自然通天彻地 这是收录在 沁中铁币禅诗语录的卷物里面 也收录在 有那个子竹林 端于横河上语录卷期这里面 他有说 此段光明无有穷尽 是则更古更金 恒古恒金 彻天彻地 为此一无尽大事因缘也 通天彻地有这样的意思 还有皆大欢喜 接到欢喜呢 这是一个佛典语录哦 你看佛经的结尾 经常会有一个习惯用语 就是说接到欢喜 信寿奉行 这常常都是会出自于像金刚经 还有法华经 维摩结经 圆绝经 都是会说接到欢喜 作礼而去 顶寿奉行 接到欢喜 作礼而去 诸如这样 再来还有一个成语 也是很有意思 原来也是佛教的成语 像心花怒放 心花怒放呢 他原本其实是一个 像是在清朝 清朝其实文明小史也有记录了这个心花怒放 而心花怒放在佛教他指的是心花发明的意思 就是有豁然觉悟的本性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心花怒放啊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很有意思的成语 还有像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呢 其实也是佛教的术语 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在摩合旨观当中有提出的 就是日常生活一念兴起当体集 就是具足了三千诸法 也是指天台宗的观心法门 一念者就是一心眼 也就是指起心动念之间 就是一种 这种观心法门呢 就是指一念一个念头就牵动了 地狱恶鬼畜生 阿修罗人天身为原觉菩萨跟佛实法界 而每一个法界又设具其他的法界 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才有一念三千 再来还有功德无量 是指功劳跟恩德都非常的大 无法形容啊 无法限量 而功德无量呢 它是指功业得恨在佛教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 它的出处是景德传登陆 南洋惠中国诗功德无量 就是意思说非口所说 非诚所思良 还有一个是醍醐灌顶 原来是佛教成语 佛教成语 醍醐是指牛奶提炼出来的精华 那灌顶呢 其实是指佛教的仪式 那弟子入门 须经过醍醐或水 浇灌头顶的一个仪式呢 所以这个成语就有两个含义 第一种是比喻灌输智慧 使人彻底的醒悟 也可以说很精伟的道理 可是却给一个人非常极大的启发 再来第二种意思呢 是指非常的畅快舒适 也就是做灌顶提壶这样的应用 出自于五代的南唐禁云二禅师 像还有佛教禅宗 也会有一个成语 是很有意思 是指头头是道 头头是道呢 在佛教的禅宗 《序传灯与录》里面有记载 就是惠吏洞云禅师 他有说佛祖不利 于若接头自施啊 凡圣合一 情 情甘自施无尼 方知头头皆是道 法法本原成 这里所说的头头是道 本来就是指佛家的用语哦 但是呢佛家的意思是指大道无所不在 可是在那个教育部这边 头头是道呢 却是应用比较像是做任何的事情呢 都非常有条理哦 非常的秩序井然 是收入在西湖家画的灵影诗基里面 这里面就有说老师傅啊 你既出口变成 那么这一句成语就是在宗教的写 但是还是有一种心静融合自在无碍之意哦 他那刚刚那个西湖家画的诗我没有讲完 他是说老师傅既出口变成想胸中定然 头头是道 所以教育部这边的设定呢是用西湖家画 这一个设定来做头头是道的解释哦 以上这一系列的佛教成语呢 希望对您有很多对佛教知识的一个启发跟影响力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希望您跟着我一样去深究佛教成语 然后去探测他每一个成语 他背后使用的渊源 还有他使用的一个更深度的意涵 来做一个深刻的认识跟了解 在制作这个节目我个人收获不少 也希望您也能够有同等的一个能量的收获 如果你喜欢我的一个节目的分享 希望您按订阅小铃铛接受我最新的佛学节目 也希望您按赞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能够认识佛教成语的世界 是这样的多采多姿 而且是跟我们的社会生活习惯知识呢 都是息息相关 谢谢您 我们下回见 好